我们可能就要先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办公室自动化 这是我预计花五天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今天是1月12号 我就想要跟你们大概先聊一聊 什么叫做聚集 什么叫做聚集 然后接下来那个聚集编辑器 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既然它是一个编辑 所以你要会去修改里面的内容 不是你在写程式 但是你要去修改这个内容 修改内容最多遇到我的问题就是 参数的修改 而且参数的修改 最多的问题就是 你分不清楚什么叫做自串 什么叫做变数 简单的说自串 自串ABC这就是自串 没问题吧 ABC ABC123这也是自串 那如果你设一个X等于1 这个X它就叫变数了 应该可以分得懂 既然变数 变数还是有一个数在里面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文字来处理 字串就是文字 所以你会前面加两点后面加两点 那如果是阿拉伯数字 你需不需要前面加两点后面加两点 不用 所以结论就是变数前面后面不用加两点 这样可以了解 最多同学搞不懂的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困扰你 我们要带各位进展到千变万化的资料形态 甚至我连抓卫福部的资料 我都遇到了一个很讨厌的情况 它栏位都不统一 那你怎么做合并 然后我问他们说 为什么一个资料表 例如说他要把卫福部下的下一个资料 去做复制贴上 他说就是因为他栏位不统一 这个月他有某几栏 下个月某几栏不见了 所以我还是想办法写出自动化程式 然后去做完这件事情 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学这些 还有那个笔数也是不可能统一的 例如说一月有多少笔 二月有多少笔 每个月的笔数都是不统一的 你不能控制这些 但是你最后学完这个课程 全部都可以控制 好 再来我们就要学会那个 大概我们今天就尽可能讲到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们要学的韩式没有很多 大概就是一辅 Full 一辅这个是探别韩式 然后Full的话就是写重复性的动作 那再来我们还会跟你分享自动计算 还有自动分析 当然自动画图这些东西 我会希望你耳后 你可以来上我另外 我一系列开出来 还有那个视觉化的工具 像刚刚有讲到Power View 那是微软公司免费的软件 可以搭配一下 我们还有我还期待 希望开另外一套 世界BI类第一名Pable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还有一个版本叫Public 不用钱 完全不用钱 就要连驾站都架好了 好 OK 那后面的视觉化就稍后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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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